李冰冰亲妹妹尽兆,42岁长得如此神似,难怪李冰冰迟迟不愿公开。 李冰冰是享誉国际的影星,很多人都不知道李冰冰还有一个亲妹妹,李冰冰今天的成就离不开妹妹的帮助,李冰冰的妹妹叫李雪,为了让姐姐成名,李雪做出了很多牺牲,如今李雪是李冰冰的经纪人,也是华裔的经理级人物,大家都称她为学姐。 李冰冰很少在媒体面前提及妹妹李雪,但是内心,李对妹妹是心存感激的,她经常晒出和美美的全家福,也曾发表掌文对姐姐表达感激之情,她说自己亏欠妹妹很多, 其实,了解李冰冰家境的人,就知道李冰冰这么感慨是有原因的,因为她一路走来实在不容易。 李冰冰出生在东三省的北方小镇武厂,父母都是只读过高中的工人,小时候李冰冰家里生活非常窘迫,连自来水都没有,李冰冰跟妹妹从上小学起,就没有背过漂亮书包。 李冰冰冰,李冰冰背过的书包给妹妹,李冰冰穿过的衣服也是妹妹剪住穿。 回想起这些李冰冰冰心里总是一阵心酸。 李冰冰冰学习成绩不好,报考了基西师范学校,毕业后当写了音乐教师。 1992年,基西师范学校专门组织了一次春节联欢晚会,李冰冰在彩排节目的时候,被高强老师看重,她问李冰冰想不想考上系或者中系,后来,李冰冰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上系。 毕业后的她开始在娱乐圈闯荡,妹妹李雪也陪住姐姐,当她的经纪人,那时候李冰冰还不红,只是个小明星。 李雪为了能让姐姐上杂志封面,会一家家杂志社打电话去问,能不能让李冰冰上封面,李雪为了让李冰冰走红,做了详细的规划和付出了很大的努力。 在妹妹的帮助下,李冰冰登上了杂志封面,接拍了很多优质电影,天下无贼,云水摇,风声,雪花蜜山等等,后来更是凭借生化危机,变形金刚等影片,进军好莱坞市场,成为受外国人喜爱的中国演员,享誉国际。 李冰冰冰是娱乐圈里的老模,曾经创下一年工作327的记录,她显有绯闻,如今和比自己小16岁的男友谈恋爱。 李冰冰冰虽然年过40岁,但也是越活越年轻,身姿像少女般窈窕,皮肤也光滑透亮。 从李冰冰晒出了全家福看来,李冰冰和妹妹李雪外形高度神似,李雪的颜值丝毫不输写接,难怪李冰冰隐藏这么多年,李雪长相比范冰冰要成熟一点,看起来也更加干练。 李雪,李雪已经结婚生死,李冰冰把妹妹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疼,她说,我可以用生命来疼她。 李冰冰冰和小16岁的男友一直没有结婚,妹妹也开始筑籍,她表示,一有机会我就劝他们要早点结婚。 希望李冰冰也能早日结婚生子,一直幸福下去。 互动?你觉得李雪和李冰冰谁更漂亮?来源,小小的娱乐。